过年期间台东县的天气晴朗 不少游客到东海岸看无敌海景 尤其三元渔越支援保护区 游客手拿着海藻馒头走到礁石区来喂鱼 从东海岸公路三元路段进入这里的海滩喂鱼 目前至少有十个进出口台东县政府统计 一年就有超过四十万人次进入这里的海滩 但大多的进出口都是国有地 被民众占用盖景观台 台东县政府为了整顿这里的海岸 并且控管游客进出 减少人为破坏生态 县府在过年后要收回岸边的国有地 先进有栅栏的海景步道 同时把进出口减少到只剩下两处 从南边的几座教室开始 然后做到安天宫 全场大概是200公尺 宽度大概2公尺 会有台风来 如果浪又打上来的时候 会不会把那个浪道给打坏掉 我觉得都浪费 每客人之后这个就放在那边荒废 游客和当地居民质疑 宣服这项措施可能是为了方便将来收取民众 进入海边的清洁维护费用 不过宣服说目前还没有这项规划 但会交由三月份当地选出来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做决议 记者综合报导